我和沈时辰的视频用上热搜榜了 其因其实蛮简单 沈时辰很久不玩赛车了 这次却为了我的一句话 参加了一个大型锦标赛事 还十分张扬地拿了第一 视频里他穿着黑白色的赛车服 正弯腰从赛车里面出来 摘头盔时指节分明 无名指指复处 闻了三个字母 CMS是我名字的首字母 陈蔓生 体育记者递上话筒 问他夺冠感言 他只是看向镜头 回答了我的名字 眼神烫过屏幕 笑意眷懒 陈蔓生 给你的奖杯 现场尖叫声涌起 几乎可以算是明目张胆的偏爱 三年前的沈时辰 攀岩 蹦极 赛车 什么刺激玩什么 三年后的沈时辰 开始惜命 最热衷的赛车都不再去碰 连这次比赛 都只是为了把奖杯捧给我 这个视频一出来 网友磕声磕死 称我为驯服大魔王的女孩 谁注意到沈时辰 无名纸上的名字刺青了 如果这都不算结婚 那怎么样才算是 赛车大魔王回归 只为爱夺冠 我又相信爱情了 路人催问 沈时辰和陈蔓生 今天结婚了吗 甚至热搜上还挂着 催我和沈时辰结婚的词条 我抿紧了唇 犹豫着该不该告诉网友们 我和沈时辰不会结婚 哪怕他会吻过我彩绘的一支 哪怕他会在全世界面前 捧起给我的奖杯 因为沈时辰 是个不婚主义者 沈时辰赛后 在山庄办了个庆功宴 他和他那帮混账朋友 在楼下灯火通明 笑声喧嚣 我窝在楼上躲清静 打开社交账户时 消息列表都是显眼的九九家 今夜简直是网友的 磕唐盛会 啊沈沈沈慢声 有人拍到沈时辰赛后 去了珠宝店 肯定是买戒指去了 期待求婚 其实我原本只是一个 很小的自媒体博主 却因为沾了沈时辰的光 在全网拥有了数量庞大的CP粉 大家都很磕我们 因为沈时辰的爱很拿得出手 但我很清楚根本原因 因为我只是一个 左腿膝盖以下都已截肢 要靠一只来生活的残疾人 我没有显赫的身世 长得也只能算清秀 沈时辰的这份感情 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他第一次给我一只涂鸦的时候 是半跪在地上的 一手的颜料 却也不嫌脏 他那么一个金贵懒散的大少爷 却很自然地在我的甲之上 轻轻吻了一下 我当时低头看着他 开玩笑说 好像求婚 他顿了顿 抬眼说 陈曼生 我爱你 但我不会求婚 也不会结婚 沈时辰什么都好 他爱我 不会结婚 这是他唯一的缺点 我能够理解他 但是面对网友们的期盼和祝福 我还是有愧疚感 最终还是慎重地发了条微博 告诉了大家 沈时辰是不婚主义这回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和选择 这很正常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机却一直响个不停 我以为是刚发的微博造成的 正准备一一回应 沈时辰不婚主义这回事 但我打开手机 消息几乎都是来自不同的人 却都给我发了同一则视频链接 我没想过反转会来得这么快 像是在我脸上抽了个巴掌 那是一则好友视角拍下的求婚视频 像素还有点糊 不知道是几年前的 拍摄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处 戒杯上清晰标着海拔四千五百米 漫天的大雪都在吹滚 沈时辰就单膝跪在地上 他身前的女孩一张脸冻得通红 笑得很开心 周围朋友的起哄声 此起彼伏 他举着戒指的手都在倾斗 一遍遍地叫女孩的名字 嫁给我 程漫漫 除了你 我谁都不娶 程漫漫 嫁给我 我也无数次想过 沈时辰求婚是什么样子 按照他张扬的性格 怎么想都该很奢靡 搞个什么事迹求婚 可是不是他 只是把最心爱的女孩 带到群山之巅 在智友 路人和飞雪的见证下完成求婚 视频一直循环播放 点赞量每一秒都有周大的上升 我整个人如坠冰窖 也许是这一瞬间 我才清晰地意识到 沈时辰不是不婚 只是不想和我结婚 他一直在骗我 沈时辰在楼下 我沿着楼梯往下走 我才发现 原来下面的宴会早就歇停 我站在楼梯拐角 刚好可以看见 大厅里的气氛紧绷 香槟喷洒了一地 一片狼藉 沈时辰仰靠在沙发上 盯了会手机 声音很低 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 是你们谁把视频传到网上的 他突然发狠 把手机摔到了墙上 瞬间四分五裂 沈时辰转过头 一字一顿 我有没有和你们说过 别动有关漫漫的东西 程漫漫 这三个字 才是他烫在心底的疤 别人动一下都不可以 在场的人 尽若寒蝉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大厅寂静一片 只有我下楼时的脚步声 沈时辰背对着我 并没有回头 却在一瞬间 僵直了后背 我慢慢走到他的面前 把手机放在他微颤的掌心里 余光不经意 瞟过他无名纸上的刺青 手机里的视频声音 足够让大家都听得清楚 那是来自沈时辰 二十岁的一句话 程漫漫 除了你 我谁都不娶 我低头看着沈时辰 他垂着眼 咬着下颌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轻声道 原来 你的不婚主义 是这个意思 非诚漫漫 不婚 沈时辰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我一直知道 我浑身都在发抖 既然你忘不了他 你为什么还要和我恋爱呢 边上却传来突兀的一声痴笑 我记得他 是沈时辰最常玩的 狐朋狗友之一 叫孟文生 沈时辰的那帮朋友 或多或少 都会跟着嘻嘻哈哈地 喊我一声嫂子 只有孟文生 一直淡淡地 隐隐有点排斥我 为什么要和你恋爱 孟文生嘲讽地 重复了一次我的问题 有些玩味地看着我 如果不是你和漫漫一样 左腿受伤 你以为沈时辰能看上你吗 能让你站在这里吗 叫你嫂子 你配吗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沈时辰勒住领子 一拳砸在下河上 像是要堵住他接下去说的话 几乎见血 孟文生却没还手 只是说了句话 温和而锋利 沈时辰 慢慢如果知道 你把对他的感情 寄托在随便一个残疾的女的身上 会难过的 沈时辰的动作 瞬间停住了 周遭的人才反应过来 急着上前拉架 一片嘈杂之中 沈时辰却抬眼向我看过来 我像是被掐住了脖子 羞辱感 瞬间将我淹没 根本说不出话来 其实一直以来 我不是没有过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沈时辰会喜欢我 我早就已经过了看童话书的年纪 我知道我自己很好 但我也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他却像个王子那样出现在我面前 因为过于偶像剧 而显得不真实 有段时间 我的评论区都是网友提问 陈蔓生 你就过沈时辰的命吗 大家在开玩笑 但大家都知道言外之意 我们并不相配 我没有和沈时辰提过这件事 我也一直以为他不知道 但有一天 沈时辰专门开了个微博账户 开了个直播 回应网友的问题 他是怎么遇见我的 是怎么喜欢我的 是怎么追求我的 他收敛了所有的漫不经心 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那样笑 看着镜头 眉眼认真 是 陈蔓生是救了我的命 如果不是他 我现在还在极限运动里寻死 不知道会在哪一瞬间 在攀岩过程中坠下山崖 也可能在越野赛车的路上 车毁人亡 我很感谢他的温柔 他的坚韧 把我从追求刺激 重上死亡的道路上拉回来 我只记得有一天 我刚结束一场比赛 坐在路边喝啤酒 漫无目的地想下一场 是跳伞还是滑翔 我看见他在玩滑板 摔了很多次 又爬起来 一枝上的彩绘很漂亮 很鲜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 心跳如雷 他突然往我的方向走过来 很担心地问我 需不需要帮助 就像光照了进来 沈时辰的演技太好 说的话太漂亮 把我 都骗了 我们都以为 他能透过我表面的残缺 看见我灵魂的真挚 其实 他只是想起了 另一个和我有一样 不幸遭遇的女孩 爱屋极屋 管管泪青 仅此而已 即使沈时辰 已经出手撤下 雪山求婚的视频 但程漫漫这个名字 已经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知道他是谁 其实并不难 因为他本就是 有名的花滑运动员 曾在国家体坛里 昙花一现 被誉为最有可能 在奥运会上 夺冠的花滑运动员 连我都看过他的比赛 和我从小就因为 地震失去左腿不一样 他是那么健康 富有活力 到现在 B站都还有大量 他的比赛 视频剪辑 在冰上的样子 像火一样热烈 他早年被采访的视频 已经上升到 热门榜第一了 整个人像是 白月光的具象化 视频中 他刚结束训练 鹅角都是汉 笑容却亮晶晶的 当然要努力点了 我可是要拿金牌的呀 不辛苦啊 我可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和大家的期盼在努力 而且我男朋友说了 等我拿到奖 他就和我求婚 在我最开心的时候求婚 你们不知道 他可难追了 能得到他的许诺 可不容易 五年后 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和他结婚了 再敢想一点 我也应该是奥运冠军了 沈时辰 欢迎做花华女王的男人 但是没有 一周后 他就出了车祸 他不肯截肢 一直拖到肌肉坏死 才不得不切除 后来 他自杀了 其实 如果我能够再仔细一点的话 就能够发现 沈时辰一年中 总有个固定的日期不在 因为他要去祭奠一个人 沈时辰一直很在意 我的情绪问题 即使我一直很乐观 因为他曾经的爱人 死于抑郁 沈时辰和他的朋友们 一直避免 谈及回忆里的一个人 我把手机都关机了 自己爬上了城外的月女山 当时我在这里做义工 却被大雪困在这里 大雪封山 信号失联 沈时辰就这样 带着救援队 出现在我面前 我以为自己 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但没想到 还是会被打动 走之前 我和沈时辰说 这里的月女术很灵验 许上去的心愿 也许都有神明能够听见 他勾唇笑了一下 他没有信仰 却跟着我一起 写了心愿牌挂上去 我当时看着他垂下的眼睫 难得地认真 我红着脸偷偷写下 要是能早五年 遇到沈时辰就好了 我不至于那么多年 那么多昏暗无助的时光 都得一个人走过 我没问他写的什么 但我现在爬上月女山 已经能够明了 月女树上熟悉的枝鸭 我和沈时辰的心愿红牌 就挂在一起 掖着长长的尾 被风吹动时 还轻轻相撞 我看见他写的是 小乖 五年前我就该告诉你的 没有拿到金牌不重要 不能滑冰也不重要 你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力道深刻 激进入目 撕心裂肺 悄然无声 我竟然能在一瞬间 感到他的绝望和后悔 如果当初 我能够回头看一眼 他的祈福红牌 就会知道 这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可我没有 一眼都没看 下山的时候 我给手机开机了 消息一下子涌出来 屏幕上跳动着 沈时辰的来电显示 在我关机的这段时间里 来自他的未接电话数量 多到了夸张的程度 这次 我接通了电话 那边也许根本没能 七级接通 沈时辰的声音略带沙哑 喂 沉慢声 语气将直 没什么更加讽刺的了 我拥有的东西 都是假的 山上的风声 顺着话筒 一直传到那边 沈时辰瞬间 加重了语气 你在山上 背景声音里 听见他骤然起身的声音 你在哪座山上 我这就来找你 小乖 你别乱动 我这就来找你 这样慌张失措的样子 在沈时辰身上 并不多见 他是那种 即使赛车 从环山公路上 飞下悬崖的前一秒 都不会感到害怕的人 我却感受不到 丝毫暖意 沈时辰从没叫过我小乖 那是他对程漫漫的称呼 我刚刚还见过 就在那枚祈福红台上 我安静地提醒他 沈时辰 我不是成漫漫 我不会自杀 不知道究竟是哪个词 按下了暂停键 沈时辰整个人 都突然哑住了 我握紧电话 只能听见两个 字 他说 抱歉 沈时辰对我说过 很多句情话 但我猜 只有这句是真的 山岗的风吹过我的发烧 我几乎执不起腰来 反味道想要干藕 我说 沈时辰 我们分手吧 你以为你 获得了命运的馈赠 谁能知道 背后是一把利刃 所有人都知道 沈时辰曾有个早逝的白月光 曾经是个花滑运动员 和他青梅竹马 后来不幸车祸 最终抑郁离世 找到我们之间的联系 其实并不难 我只是个替身 仅此而已 沈时辰在借我弥补 对程漫漫的遗憾 特别是沈时辰的圈内好友 孟文生意犹所指的发了条微博 配图是当年 呈漫漫在冰场上的照片 圆润修长的腿 在空中 延出优美的弧度 美得不可方物 孟文生的微博嘲讽道 我们漫漫是冰上皇后 不需要赝品 这个赝品指谁 一目了然 受伤最重的是 祝福我们恋情的网友 骂了沈时辰八千楼 难道陈漫生就不惨吗 我们和陈漫生 都是你们推中的一环吗 沈时辰 你不会真没爱过陈漫生吧 其实也不是特别意外 因为陈漫生 本来就只是个残疾人啊 沈时辰这样的天之骄子 除非特别隐情 怎么会爱上他呀 他真的那么蠢 从来没怀疑过自己配不配得上 沈时辰这么好吗 陈漫生本来 就只是个残疾人啊 很难描述这是怎样的心情 就像我年幼时遭遇地震 亲人都被埋在地下 我在废墟里 望着四周的感觉 十多年来 我一个人走过的路 远比旁人艰辛 治疗 学习 做自媒体 再很努力地活下去 然而有个声音说 陈漫生 你不配幸福 因为你是残疾人 我一直没忘记 自己做自媒体的初衷 其实起因不过是想分享给大家 作为一个失去左腿的残疾人 关于我的生活 一只也可以很好看 我们的生活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的经历对于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 会是有意义的 很多人私信我 告诉我说 我让他们有了坦然面对他人目光的勇气 可以涂鸦一直上街 可以面对他人异样目光 但我没想到 现在会是这样的场面 因为审时辰的缘故 谩骂争执从未休停 甚至连我本身的生理缺陷 也成为了被频频提起被歧视的一个点 我不得不关闭所有的社交软件 尽量让自己沉浸在现实生活中 我还在上美院的非全日志设计类课程 我在努力成为一名一支外观设计者 我还想给很多很多和我一样的人 也带去一点帮助 画不完的稿子 改不完的稿图 我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去做 沈时辰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和美院上课的同学都不熟 但也不要紧 刚下课 教室里的人都开始往外走 窗外在下雨 噼里啪啦地打窗 我心里在想着 美院将举办的一场作品展的选题 至今都还没有头绪 却突然被隔壁的同学用胳膊顶了顶 只是个眼熟的女同学 只是我并不记得名字 陈蔓生 你的作品设计得怎么样了 我摇摇头 把书放进包里 还没开始 也是 你根本不用愁 沈时辰给的分手费应该挺多的吧 我顿了顿 看着她的眼睛 没有分手费 她吃笑了一声 怎么可能 你们在一起三年 她连美院都能脱关系让你来 还能不舍得给你钱 我要是也正好瘸脚就好了 说不定也能当个 什么都不用干的替身 周围的人都停下来 看着我们这边的争执 也许他们也不相信 我是靠自己的实力进来的 骑士无处不在 他们以为我会生气 我突然站起身来 随手抄起旁边的一本书 往它砸去 他下意识躲避 书重重地落在他身侧的桌子上 我看着他变得苍白的脸颊 面无表情道 也许你不知道 我还有精神病 如果你在冒犯我 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做出什么事来 我很讨厌和纯且恶毒的人说话 所以离我远点 整个班里鸦雀无声 作品展上剑 女生颤着唇 说不出话来 我收拾好东西 转身准备离开 突然理解了它 问坚默的原因 因为我看到沈时辰就站在门口 面色阴寒 纯敏的相刀 就像听见那些冷嘲热讽的话的人 是他一样 我十分平静 背着包 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这些话都是因他而起 沈时辰确实应该为此感到负罪 外头在下雨 我撑着 把伞在雨里走 后面 却有追上来的急切的脚步声 沈时辰攥住我的手腕 滚烫的温度传递过来 却又顿住 声音低哑 沉慢声 我没同意分手 我垂眼 还能看见沈时辰 无名纸上的CMS三个字母 只是不知道真的是我的名字 还是又是属于他合成漫漫的故事 但是分手不需要你同意 我耐心地补充道 沈时辰没有撑伞 雨顺着他的脸颊往下落 他垂着眼 像是不想让我看见他眼底的眼泪 一字一句 说得都很艰难 顶级律师和公关都在进场 只要半个月 舆论就能恢复 包括学校里的事情和纠葛 我都会全权处理 沈慢声 我从没拿你当过替身 你在我这里 一直都是沈慢声 是特别的 我唯一做错的 就是没有告诉过你漫漫的事情 我们都不愿意提及漫漫的事 也怕你多想 我的不婚也是真的 他在我们去雪山求婚后的第二天 就自杀了 身上还带着投杀 我从此对结婚有了应激恐惧 他猴头梗塞了一下 激进祈求 沉慢声 我爱你 不能分手 却在触及到我目光的片刻 他僵住 这样的目光 他不是没有见过 就在刚开始追我的时候 我因为童年经历 对别人都有比较强的戒备心 并不是一个好打动的人 看他的眼神永远和陌生人没两样 礼貌而生疏 后来 沈时辰阴差扬错 替我挡下过抢劫犯的一刀 痛得唇色发白 却还摸着我的头说 没事 我是从那一刻爱上他的 我安静地看着他 我去了月女山 看见了月女树上的红牌 你说 小乖 不划冰也没关系 我在旁边写 要早点遇到沈时辰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宁愿你没替我挡过那一刀 原来是间真讲因果关系的 你也插了我一刀 就在心口上 鲜血淋漓 我从没怀疑过你对我的感情 因为我有面对苦难的勇气 我仍然相信美好 我相信你喜欢我 是因为我值得 可是你知道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究竟一无是处 沈时辰的脸色发白 浑身湿透 他痛苦地不得不在雨里弯下腰来 他想起来 那天月女树下 我的笑容究竟有多羞涩 有多期盼 但他辜负了 作品展迫在眉睫 然而我却卡在了选题 毫无进展 直到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陈小姐 我曾无意中刷到过你的视频 能不能帮我的小妹妹一个忙 可不可以给她设计一个意志外观 世界上的苦难无数 总是突然降临在某个人的世界 我收到了一份关于她妹妹的资料 陈希 女 二十一岁 模特 如果顺利的话 她明年就会有去巴黎走秀场的资格 但她的先天性疾病发作 小腿萎缩 不得不切除 对于一个年轻的模特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 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她的哥哥 她说 希希很漂亮 我希望她的一只也能是最漂亮的 你能帮帮我们吗 她在尽量保持声音平稳 却仍然有哽咽泄出 我说 可以 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知道 陈希本人比照片上要瘦很多 激进行销鼓励 靠在病床上 神情目然地往窗外看 早就是秋天了 她看的那棵树上 只有最后一点黄叶还残存在树梢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彻底掉完 陈蔓生 我知道你 她转过来这样说 我一直都是你的微博粉丝 看过你分享的日常 我一直觉得你很勇敢 我哥担心 我像那个花华运动员一样自杀 其实 我不是没有想过 每晚疼得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就翻你以前的视频看 如果你能熬过来 为什么我不可以 但我再也当不了模特了 她眼里都是累 就算能够熬过去 她即将冲天的梦想 在二十一岁就已经夭折 我没说话 只是 递了手中的稿图给陈希看 这都只是出稿 几天时间里 我看完了她的所有秀场 和杂志商拍图 最终潦草地掀勾了几张稿图 陈希的目光 久久停住在第一页 大滴大滴的眼泪 突然就掉了下来 她现在看的那一页 一支稿图 膝盖是银色镜面的 被透明的向日葵图腾缠绕 灵感来源于 她被经纪公司牵下后的 第一次走秀图 最被津津乐道的 就是那场秀场 使用的大量向日葵元素 她是那次秀场里 当之无愧的新星 我说 陈希 不一定的 没有人规定 残疾人模特 不准出现在秀场上 没有人规定你 不可以再拥有幸福的生活 只要你有勇气 去踏出那一步 一切都会变好的 接下去的时间 我埋头在制作和完善作品模型当中度过 成品出来的第一时间 就被陈希拍照发到微博上了 陈希V 一直很喜欢的博主 给我做了好看的一支外观 嗨 家人们 我又回来了 这个作品 也会在一个星期后 大美院的作品展上出现哦 麻烦大家捧个场 那沉沉沉慢声 她已经很久没更新过社交媒体了 自从生病后 公司解约 一切商务活动暂停 大家都知道 她因病结肢 很担心她 都怕她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 但现在 她回来了 陈希还没能完全适应甲肢 即使只是 穿戴着拍照 还是会有不适感 但她笑得很开心 即使比以前瘦了很多 却仍然拥有极强的时尚表现力 照片好看得一塌糊涂 评论里哭成一片 陈希 欢迎回来 这个一只做得也太好看了吧 不敢想象 走秀时穿能有多惊艳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哭 你们真的是很勇敢的小女孩 这条微博 一度冲上了热搜第一 数不胜数的转发和点赞 甚至不少官媒 下场点评赞扬 接下去的事情 是我和陈希都没有预料的 我接到了省报的采访 想要挖掘我的过往经历 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一份有意义的设计工作 以此来鼓舞更多的人 陈希收到了国内一家杂志九月刊封面拍摄的邀请 她会是第一个作为穿戴一只登上该杂志的模特 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契机 我们的人生都在重启 根本没人提起沈时辰和孟文生 提起也都是一片骂声 一个渣男 一个舔狗 就欺负人家 一个小姑娘 真没意思 虽然孟文生没有说过 但是她喜欢陈蔓蔓的事 并不难看出来 微博上都戏称她肺痒痒 陈蔓蔓没错 陈蔓生也没错 错的是这几个傻逼 还看不起人家陈蔓生呢 要是你是她 早不知道哭成什么样了 笑我们大女主陈蔓生 你配吗 孟文生气地连对了几天网友 结果在街上被不知道谁给揍了 丢人的现在都没敢更新动态 做品展那天 票早就被抢完了 我到现场的时候 却看见孟文生被维护秩序的志愿者拦在门外 他一个大少爷还没受过这种委屈 气笑了 甩着手里的票问 我有票 凭什么不能进去 志愿者一板一眼回复 我们不能放可能会伤害作品的人进展览 谁知道你会不会恼羞成怒 破坏陈小姐的作品 孟文生还戴着墨镜 据传他眼睛上有一圈青子被路人打的 他呵呵一声 沉慢声 他也配 我本来都已经准备当没看见他 全当路过 却听见了这句话 那是一种轻蔑的态度 我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沈时辰山庄庆功宴那天 孟文生也用同样态度说了一句话 他说 慢慢如果知道 你把对他的感情 寄托在随便一个残疾的女的身上 会难过的 随便一个残疾的女的 她是这么称呼我的 我回转过身 三两步就走到了她的面前 一巴掌就扇在了她的脸上 孟文生被我打猛了 脸色迅速沉下去 阴沉得不像话 我只是站在她面前 很平淡地说 你知道程漫漫 为什么会自杀吗 不仅仅是因为 她的比赛生涯到此结束了 还来源于 无处不在的骑士 像你这样的人 从未真正尊重过我们 她的死亡 某种程度上 和你脱不了关系 孟文 生面色惨白 连手指都在发抖 她在这一刻 才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 她这样的人 才是彻头彻尾的加害者 迟来的愧疚和罪责 缠得她几乎呼吸不过来 我已经转身走了 她还停留在原地 突然叫住了我的名字 她哑声说 抱歉 如果慢慢能够早点遇到你 不是我这种傻逼 就好了 作品展很成功 那只被我命名为 魁的一只 成了大家的打卡点 连往日里都不太熟的同学 都纷纷把自己认为的 最佳作品跳投给了我 在介绍作品概念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用心倾听 时不时会有人发出提问 因为展厅容纳人数有限 想看的人又太多 举办方还开启了线上直播的模式 散场后 我又忙着给人签名 有个十来岁的女孩 牵着妈妈的手 窃窃地看着我 她对我的穿戴的一只很感兴趣 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 我主动向她走过去 女孩安静地看着我 却没有说话 用手语比划了一句话 我经常会去特殊教育学校做义工 能够懂简单的手语 姐姐 像我们这样的人 以后也会幸福吗 像我们这样被生活抛弃 面临不幸和歧视的人 以后也会幸福吗 我伸出手触摸她的头发 很用力地点了点头 会的 因为你是很好的孩子 因为我们都在很努力地生活 茫茫人群之中 我突然抬起头 看到了最后面的沈时辰 她斜靠在墙上 一身的黑暗 听说她最近又开始疯狂飙车 有时候 我半夜会收到她的未接来电 但我并不在意 莫视是对她最大的忍耐 沈时辰总以为她有机会挽回我 直到这一瞬间 她看到我身边人升顶飞 看见我笑着鼓励师生的小朋友 才在一瞬间明白 那个曾经会在午后阳光下 担心地向她走来 问她需不需要帮忙的女孩 再回不来了 她酗酒 飙车 或者真死在某个赛车道上 她也不会动容一分 沈时辰用手遮住眼睛 眼泪躺过指缝处的刺青 我的视线 却已经越过了她 看向了她身后的窗外 外面一片蓝天 时光旷大 我还有值得期许和努力的事情去做 沈时辰不过过眼云烟 我的未来正在等我 故事二 徐然对婚姻不忠 但是直到我们离婚 她都不愿意承认 她觉得自己深情且专一 只不过对象不是我 我和徐然相识于大一 相恋于大二 在毕业一年后领证结婚 我们的相处 没有轰轰烈烈和惊天动地 但这种岁月静好的模式 却是我喜欢的 我们从校服到婚纱 我以为我们是可以相伴到老的 可是现实却狠狠地 给了我一巴掌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是二月十四日 情人节 我不是一个富有浪漫细胞的人 对于所谓的节日 纪念日 我向来不在乎 但是徐然却总是会给我 准备一些小惊喜 小礼物 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情人节 徐然忙碌了一天 她早早地起了床 出去近两个小时后才回来 她买了很多菜 外加一束玫瑰 她说 老婆 情人节快乐 中午她亲自下厨 煎了牛排 煲了汤 做了一顿中西结合的午餐 吃完饭 她说 老婆 我们去看电影吧 我不想去 觉得这样 已经足够了 而且 情人节又是周六 外面的人肯定多到不行 今天哪里买得到票 我们就在家里看吧 她上前 一步搂住我 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 早就买好了 今天情人节 当然要出去感受一下节日气氛了 我很惊讶 原来你一大早出去 就是去拿电影票了 徐然亲了我一口 她挑挑眉 老公棒不棒 我转身搂住她 老公真棒 徐然爱睡懒觉 休息的时候 她是可以一觉睡到下午的 我本来还在疑惑 就算她要买菜 也不用骑那么早 原来她是去取票了 即使我不爱浪漫 当下也是感动的 我们驱车去了电影院 买好了爆米花和可乐 突然她电话响了 是陆展 陆展应该问她在干什么 她眼中带笑地看了我一眼 她说 情人节呀 当然是陪老婆 不然还能干嘛 电话那头的陆展 似乎说了什么让她为难的话 她的眉头慢慢紧皱 最后她说 你疯了吧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徐然眼中满是纠结 她一脸歉意地跟我说 老婆 老陆那边出了点事 我可能不能陪你去看电影了 怎么了 我问 徐然说 她要给周宁买房 我顿时理解 徐然为什么会说陆展疯了 换作我 我也想说 陆展和徐然是发小 两个人一起长大 同样和他们一起长大的 还有顾熙 顾熙是陆展的妻子 而周宁 她是陆展的情人 小三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界定 周宁和陆展的关系 毕竟里面的弯弯绕绕 我知道的并不多 不过通过徐然 对我有意无意地透露 周宁和陆展现在 大概更像关系 尚未确定前的暧昧阶段 我曾经问过徐然 陆展这样 顾熙怎么办 那时候 徐然抽着烟皱着眉 她说 就是这段时间 小夕不在 老陆手见聊一聊 不会发生什么的 那时候 我以为徐然是 担心陆展做了什么 直到后来 我才发现 原来她担心的是 陆展什么都不做 徐然和朋友合伙 开了家公司 做的正是地产销售 陆展打电话来 就是让徐然 给她发一些楼盘的信息 她要给周宁买房 徐然觉得陆展疯了 她说她要过去拦着她 对于陆展 徐然和顾熙的关系 我一直是明了的 但是毕竟隔了一层 我不好参与太多 于是我点点头 没事 你去吧 徐然一脸示人家感激 她亲了亲我 老婆 我一忙完就赶回来陪你 徐然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我一个人进了电影院 电影过半 徐然给我发了消息 老婆 结束了吗 结束了给我打电话 我去接你 你忙完了 嗯 我在公司 你快结束了就告诉我 我去接你 电影院里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 其实我看得有点乏味 我想着 再看十分钟吧 十分钟后 就让徐然来接我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正当我准备给徐然发消息的时候 她 那消息又来了 老婆 小夕回来了 我得送她回家 你看完了 自己坐车回去吧 虽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徐然和顾夕之间的关系 可是看到消息的那一刻 我的心还是被刺了下 我很不高兴 没有人会忍受 一而再地被放鸽子 但是这个不高兴 对于我们的婚姻 爱情而言 只是一道小划痕 不伤筋不动骨 只要给我二十分钟 我就可以自己调整好 于是看完了电影 走出电影院 我坐车去了明城路 那里有一家烤鸭店 徐然特别喜欢吃 我想去买一份带回家 等到她回到家 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烤鸭 一边看电影 这样的平静 才是我喜欢的 可是这世上 就是有一个词叫做 无巧不成书 正因为无巧不成书 所以才有了 那么多的事故和故事 明城路就在路展 和顾夕家附近 我一下车 就看到了熟悉的车牌号 是徐然 我刚想抬手招呼 车子已经驶进了小区 我连忙跟了进去 我想着 太巧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买烤鸭 然后一起回家 我的视力不好 高度近视 但是我上周刚花两千三 换了一副眼镜 而且出门前 我将眼镜擦得干干净净 于是隔着十米的距离 我将车中的徐然 看得一清二楚 车子熄火 停在车位上 徐然在左 顾夕在右 顾夕好像睡着了 徐然垂眸看着她 她的表情温柔而浅全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情 她抬起手 轻轻地撩起顾夕额前的碎发 突然 她的嘴唇缓缓下压 最后落在了顾夕的额头上 那是一个怎样的吻呢 渴求 压抑 珍惜 也许皆而有之 而作为目击者 我是个怎样的心情呢 悲伤 痛苦 绝望 似乎好像都没有 我很平静 平静到我甚至拿出手机 拉近镜头 录了个小视频 平静过后是茫然 大学时 顾夕虽然和我们不在同一所大学 但却是在同一个城市 当我和徐然确定关系之后 我见到的她的第一个朋友 就是顾夕 顾夕很美 美得张扬 美得带有侵略性 让人心生戒备的那一种 见她的第一眼 我的心里是咯噔了一下的 但也就咯噔了那么一下 相处下来 我很快发现 顾夕不是个有心机的人 她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 用网上的话说 她就是笨蛋美人那一挂的 而且 她和徐然的相处 进退有度 除非有事 她们很少会有微信和电话的往来 徐然竟然喜欢顾夕 这个发现让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那么 顾夕知道吗 我浑浑噩噩地回了家 可是这个 我一点一滴布置出来的家 却完全没有给我任何安全感 反而让我紧张 在这种紧张的驱使下 我逃了 我拿了个行李箱 装了几件衣服 落荒而逃 仿佛我才是那个犯错的人 我需要静一静 我需要时间和空间 去把所有的事情捋一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想见到徐然 我给徐然发去了消息 告诉她我临时要出差 就关上了手机 我没有说谎 我本来是准备去酒店冷静冷静的 可是刚出门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说是临时的项目出了问题 让我赶紧过去处理一下 我是建筑设计师 临时的项目是一个城中村改造 我设计的图纸 其实这个项目我很不喜欢 因为甲方太不专业了 他们这个项目部唯一的工程师 已经将近七十岁了 是退休反聘的 他连autocad怎么打开查看都不知道 当初就因为很多常识性的问题 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没办法 甲方是爸爸 而且他们给钱爽快 因为要工作 手机没有办法关机 我下了高铁 打开了手机 徐然的消息 立刻登登登地弹了出来 他问我出了什么事 去哪里 多久回来 我没有回复他 直接打电话给了小苏 小苏是项目部的司机 平时我来来去去 都是他接送的 他虽然是司机 但是连项目部的总经理 都要礼让他三分 据说 他是某一位股东的儿子 之所以让他在这 一是磨一磨他的性子 二是监督监督工作 其实在我看来 他的性格挺好的 嘻嘻哈哈 勤快负责 完全看不出是个 焦纵长大的富二代 唐公 这里 远远的他就在向我招手 我走过去 他笑着说 唐公 这次又麻烦你了 没事 应该的 上了车 我问他出了什么问题 小苏 耸耸耸肩 我也不知道 宋公说 什么尺寸不对 什么一点八 二点零 听得我头疼 我失笑 之前你不是说 要考建造师证吗 小苏一脸的如林大敌 不考了 不考了 那玩意儿 跟添书似的 饶了我吧 我还想多活几年 你静下心来学 挺容易的 小苏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命 很快 我们到了项目部 稍作休息 我就跟宋公 研究起了图纸 我发现 他手上的图纸 还是最初版本 我后来 又根据实际情况 和工程进展 做出了修改 以邮件的形式 发给了他们 目前可见 他们并没有打印出来 我向宋公提出了疑问 宋公戴着老花镜 一脸无奈 王总嫌打印图纸太贵 说在电脑上看就行了 我哭笑不得 贵又能贵到哪里去 上千万的项目都接了 现在却抠着 这百来十块的打印费 这个必须打印出来 就算为了应付检查 存当 也需要打印出来 宋公看着我 我点点头 一会儿我跟王总提 这个王总 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他是另一位股东的妹夫 挺遗址气势 欺上媚下的一个人 不过他对我还算客气 其他的 也不是我能管得了的 正聊着 楼下突然传来了 碰碰碰的声音 我和宋公探出头一看 小苏正举着一个灭火器 猛砸车玻璃 而那辆车是王总的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宋公连忙冲了下去 我也尾随而下 宋公拉住小苏 你干什么 你这是在干什么 快住手 小苏一个灭火器 直接扔了出去 我操你妈 姓王的 你给老子滚出来 见小苏被控制 王总终于从车上下来了 他一脸怒火 苏泽 你他妈的有病吧 你发什么疯 你信不信我告诉你爸 小苏正开送宫 飞起一脚 将王总踹了出去 他恶狠狠地瞪着王总 狗杂种 有本事 你他妈的就去搞 小苏突然看向我 唐公 文奇在副驾时 你能不能把他带下来 文奇 我心里咯噔一下 看着王总变幻莫测的脸 我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 没有犹豫 我赶紧去了副驾驶 打开车门 衣衫不整的文奇 正瑟瑟发抖地 蜷缩在位置上 他看向我 目光颤抖而惊恐 我心里一酸 赶紧脱下外套 包裹住了他 我们走 酒店里 文奇在里面洗澡 我和小苏坐在外面等着 小苏嘴上叼着烟 和他平时叼着一根 棒棒糖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他说 堂里姐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呢 文奇是项目部的会计 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女孩 她也是个关系户 是某一位股东朋友的女儿 只不过她的这个关系 不是别人帮衬她 而是她帮衬别人 这个项目部位置偏僻 平时财务上的事情也不多 没有经验丰富的会计 愿意到这里做班 于是就找到了文奇 她欣然接受 虽然工资不高 而且位置偏僻 但是对她一个出入社会的打工人而言 这份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 小苏说 她是整个项目部工资最低的 我们这儿就连做饭的阿姨 都比她工资高 但是她却是做事最多的 端茶倒水 打扫卫生 都是她 傻乎乎的 别人让她干嘛她就干嘛 现在好了 被人欺负了吧 真是个没出息的 小苏语气里满是恨铁不成钢 我说 她已经很厉害了 文奇是个很单纯的女孩 但是她并不傻 虽然她没有被侵害到最后一步 但是当我问她报不报警的时候 她还是毅然决然地点了头 她怎么还不出来 小苏担心地说 我起身 我去看看她 浴室里 文奇报夕泡在浴缸里 她的身上已经被搓出了红血丝 她双眼呆滞茫然 她喃喃地对我说 我一直把她当长辈的 小苏买了很多酒 她不停地给文奇灌酒 直到把她灌醉 行了 让她好好睡一觉吧 说完她就起身离开了 我也喝了不少 但是我完全睡不着 这一天发生了太多事 我原本起伏的心情 在经历了这一切后 重归平静 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因为警方的介入 项目部的事情被闹大了 几个股东都在往这边赶 小苏把我和文奇送上了动车 她对文奇说 你回去休息 这边的事我来处理 她又对我说 姐 路上你照顾一下她 回去的路上 文奇神情恍惚 沉默寡言 我递给她一瓶水 就没再打扰她 因为昨天是出突然 带着文奇离开的时候 我并没有带上自己的手机和包包 徐然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后来是送公接听 告诉她 我把手机落下了 拿回手机后 我给她回了一个电话 她着急地询问我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语气里一如既往的 是满满的担心 我告诉她我今天回去 她说她要去火车站接我 不过被我拒绝了 在见她之前 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到站后 我问文奇 需不需要我送她 文奇摇摇头拒绝了 她说她没事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 留给了她 叮嘱她 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和文奇分别后 我给顾熙发了条消息 有时间吗 我和顾熙是连电话号码 都没有相互留存的关系 除了一群人的朋友聚会 我和她从来没有私下见过面 对于我的邀约 她表现得很热情 我们约好在一家西餐厅见面 我到的时候 她已经在那里坐着了 她开心地冲我招招手 堂里 这里 我在她面前坐下 她递给我一杯柠檬水 我喝下一口水润了润喉咙 面对她好奇的目光 我问 你知道徐然喜欢你吗 顾熙惊讶地看着我 她的表情不像作假 如果不是她演技太好 那么她很有可能真的不知道 她说 怎么可能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跟徐然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你发誓 我跟徐然之间绝对是清白的 我拿出了手机 翻出我录制的视频 逼到了她面前 视频录制得很稳 徐然亲吻顾熙的画面清晰可见 顾熙的脸色很难看 她下意识地抬手去擦拭自己的额头 她语无伦次地说 她 我 她怎么会 我不知道 她 我完全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 徐然 我 不是的 我不知道 我给 我给徐然打电话 我一把按住她 拿手机的手 我说 我想跟徐然离婚 你能帮我吗 她愣愣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 如果你帮我 我也会帮你 顾熙疑惑地看着我 我按着她的手紧了紧 我说 陆展出轨了 顾熙呆立片刻 她猛地抽回手 语气尖锐地说 不可能 你不要胡说八道 这世上谁都可能出轨 只有陆展不可能 我们从头到尾只有彼此 我们都是彼此的唯一 我有点恍惚 这话好熟悉啊 我好像什么时候听到过 对了 是我和徐然 乔迁新居的那一天 他们都过来帮忙 忙完后 一起出去吃饭 饭桌上不知道 怎么说着说着 就说到了初恋这个话题 几个男人相互调侃 几对 说着无伤大雅的玩笑 顾熙插话道 我们就不一样 我和老陆自始至终 只有彼此 我们是彼此的唯一 他跨着陆展的胳膊 一脸笃定 而又幸福地问 你说是不是 陆展是怎么回答的 他点了点头 对 只有我们顾姐姐 其他谁都没有 看着顾熙略显苍白的脸色 我心软了 对 我瞎说的 突然发现徐然喜欢你 我迁怒了 抱歉 我起身想离开 顾熙一把拉住我 她问 是谁 男人的逻辑很奇怪 就像徐然 她知道她做什么事 会惹我生气 可是她的选择不是不做 而是做了之后瞒着我 甚至在我发现追问的时候 还能理直气壮地来一句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 所以我才不告诉你呀 可是他们不知道 女人的第六感 真的非常准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不知道 只是我们自欺欺人 不愿深究 就像顾熙 她真的完全没有发现 陆展的异常吗 从她现在的反应来看 显然不是 我告诉她 是一个叫周宁的女人 顾熙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这个名字 似乎比陆展出轨 更让她难以相信 她的眼泪 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她喃喃道 她怎么可以这样 她的一句话 让我忍不住卷起舌头 听命抵住后槽牙 似乎这样才能抵挡住 心底犯上来的痛意 顾熙离开了 说是到云南有演出 我是从徐然嘴里听到的 对此 我不置疑此 在顾熙离开后 陆展更加肆无忌惮 已经开始和周宁同进同出 陆展经常喊徐然出去 以前的时候 徐然五次会拒绝三次 可现在她逢叫必到 起初我会跟着一起去 可是在我一次拿出手机 准备拍下陆展搂着周宁的照片时 却发现徐然先我一步 她在收集陆展出轨的证据 为谁收集呢 答案不言而喻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跟着徐然一起出去过 就这么过了一个星期 突然有一天 徐然软磨硬泡 非要我陪她一起去欢乐谷玩 以前我不喜欢欢乐谷 现在在发现徐然对顾熙的心思后 我甚至厌恶欢乐谷 我恐高 晕车 不要说过山车了 就连海盗船对我来说都是噩梦 还记得第一次和徐然去欢乐谷 那时候也是一群朋友一起 我只玩了一个项目 就已经受不了了 后面全程 我就是个拎包的 后来到了过山车 我是不愿意上的 但是徐然的一个朋友调笑道 我们徐哥可是最喜欢玩过山车的 看来你们是玩不到一起了 他也许只是无心之言 但是我却听了进去 那时候我跟徐然刚谈恋爱没多久 正是爱意正浓的时候 我想要和他有共同话题 想要跟他有共同爱好 甚至冒出一股冲动 为了他 我什么都可以 我最后上了过山车 那是我人生迄今为止最恐怖的经历 我甚至已经觉得死神在向我招手了 从回忆中回过神 我摇摇头 我不去 徐然还在一个劲地游说 太反常了 不要说最近 就连以前 他也从来不会这样 我说不去就是不去 他从来不会多劝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最后还是答应了 路展开了一辆越野车 周宁坐在副驾时 我和徐然坐在后面 徐然想牵我的手 不过被我拒绝了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不过并没有伤心 他们嘻嘻哈哈地说着话 我全程看着窗外 但是周宁显然不想放过我 他回头问我 唐里 最近你怎么都不出来 跟我们一起玩了 我说 忙 他并没有被我的冷淡所击退 他说 哎呀 你们都是高材生 我和陆展两个高中毕业生 可比不了 他说 你教我英语吧 我怕将来我都没有办法教孩子 我猛地转头看向他 你怀孕了 也许我的目光太凶了 周宁被我看得一哆嗦 愣在了原地 徐然接过话茬 他笑着说 老陆 可以啊 陆展抽回了被周宁握着的右手 放在了方向盘上 他语气不怎么好的说 别胡说八道 周宁连忙开口 哎呀 你们都瞎说什么呢 我是说将来 我和老陆可是清清白白的 你们不要污蔑我 我笑了 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正式清清白白这四个字了 他们玩得很开心 我找了家冰淇淋店坐下 示意他们不用管我 徐然没在意 也没固执地拉着我 看来我的作用不在晚上 坐在冰淇淋店里 我看着顾熙给我发来的照片 是她的舞台照 我只知道她是一名歌剧演员 却从来没有看过她的表演 第一次看到她演出的样子 不禁让我眼前一亮 跟她平时的样子相比 这时候的她多了几分高不可攀 我说 很好看 她说 等到一切结束 你来看我表演吧 我说 好 一天的行程 以最后一张合照结束 等到回到家 我终于知道 徐然的目的在哪了 她把游玩的照片 以及那张合照都发给了我 她说 你们女人不都喜欢发朋友圈吗 我看这几张照片不错 你可以拿 去发着玩 挺可笑的 我和徐然在一起 就连结婚的时候 都没有发过一条朋友圈 而现在 为了捅破这层窗户纸 她竟然利用我 这出戏她倒是越演越上劲了 许是见我表情异常 徐然担心地问 怎么了 我直直地看着她 她被我看得渐渐心虚 挣扎两久 她说 我随便说说 你要是不想发就算了 我收回目光 发呀 挺好看的 我也好久没有发朋友圈了 徐然呕了声 余光里 我看见她垂在身侧的手 明显放松了 我出去抽根烟 我把图片发到了朋友圈 没有多配一个字 但凡多写一个字 我都觉得是浪费 我给顾熙发消息 看我朋友圈 看完之后 你就可以联系徐然了 她让你发的 嗯 我知道了 过了两分钟 顾熙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她说 唐里 我好难过呀 她在哭 我听到了 即使已经知道事实 在看到确切的证据后 她还是被伤到了 一分钟后 徐然的手机响了 五分钟后 徐然匆忙走了进来 她语气急切地说 老婆 我要临时出个差 后天就回来 徐然走了 我对顾熙说 徐然已经出发了 顾熙问我 你到底为什么要我这么做 我希望顾熙能调着徐然 我希望顾熙能让徐然觉得 顾熙是有可能接受她的 我希望顾熙做的这一切 能让徐然主动跟我提出离婚 因为我胆小 怯懦且软弱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自信张扬的人 在感情上 我是一直被徐然裹挟着往前走的 是我先喜欢上徐然的 但是我却连表白都不敢 后来是徐然主动追求的我 我知道 如果她不主动 我们是不会在一起的 记得我们刚在一起两个月的时候 有一次徐然开玩笑对我说 你说 如果我们分手了 你会怎么样 她只是说说而已 我却上了心 甚至为此失眠了 到了第二天 我也情绪低落 徐然很快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她问我怎么了 在她的追问下 我跟她说了实话 她很无语 我就是说说而已 你怎么还上心了 后来又说了一些什么 我不太记得了 反正闹得很不愉快 最后徐然生气地说 你有完没完 再这样我们就分手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也是第一次被分手 我以为说出这两个字 就是真的分手 我很痛苦 很难过 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大哭 但同时我也把自己缩回了壳子里 我没有挽回 没有祈求 我甚至已经在考虑分手后 怎么避开徐然 可是两天后 徐然却找到了我 他跟我道歉 他说以后再也不会跟我提分手 就这样我们重归于好 再后来 同居是他提的 见父母是他提的 结婚也是他提的 我没有去深究自己的意愿 也没有去分析对或错 只是跟着他的脚步 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是爱 那么厌呢 也是如此 谈恋爱的过程中 我们闹过不少矛盾 也有过无数次的歇斯底里 他没有遵守约定 不再提分手 他每次提分手 我依然是当作真的分手去对待的 可是 只要他一示弱 只要他一道歉 只要他一请求 我又会重新回到他身边 这次我是真的想离开了 可是我害怕 我害怕我的意志不够坚定 我害怕我会因为他的三言两语 再次动摇 我害怕我会被他裹挟着 走向无底深渊 我害怕他浪子回头 我需要他一条道走到黑 只有他坚定了 我们这个婚才能又快又平静地离掉 因为我胆小 怯懦且软弱 我叫顾熙 我的爱人叫陆展 他陪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并许诺要跟我白头偕老 共度此生 我信了 但是他却爽约了 我和陆展是在初中认识的 那时候我们同班 他坐在我后面 他是个超凡人的熊孩子 总是喜欢扯我的头发 踹我的凳子 戳我的后背 每次他做这些小动作后 我就会在日记本上给他记一笔 后来在一起后我问他 初中的时候你干嘛总欺负我 他无奈地看了我一 眼 那是欺负吗 我只是想让你回头 多看我一眼 我哑然失笑 原来那是他幼稚的喜欢 我们是高中的时候在一起的 那时候学校禁止早恋 但是这完全阻挡不了 我们关系的突飞猛进 陆展对我很好 他每天早上会早起一课钟 步行到我家楼下等我 然后我们一起去学校 他口袋里总是带着一颗白煮蛋 那是他一天中最有营养的食物 他会给我 让我吃 我曾经拒绝过 他很失望 他说 对不起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很心酸 也很心暖 我爱的人如我爱他一般地爱着我 他承诺 我将来一定会给你最好的 陆展的家庭环境很不好 他的父母离异再婚 谁也不愿意要他 他是靠同母异父的姐姐 抚养长大的 寄人篱下 他尝遍了人间冷暖 他很穷 穷到他要省下一天的饭钱 才能给我买一盒纯牛奶 我不需要他这样对我的 可是我知道 这是他捧到我面前的一颗真心 我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初中的时候 他的成绩很不错 但是到了高中 却一落千丈 我很着急 我哭着问他 这样怎么办 我们不能上同一所大学 怎么办 他很难过 他说 他是一个没有上大学资格的人 他说 那不是他负担得起的 我说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我们可以勤工俭学 只要我们在一起 一切都可以克服 他摇摇头拒绝了 后来他没有上大学 他踏入了社会 开始工作 我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 他从来不告诉我 但是我知道他很累 同时他来钱也很快 这让我很心慌 很害怕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哪里有天上掉下饼的事 他笑着安抚我 瞎想什么 我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 我还要和我们顾姐姐 相伴到老呢 我怎么敢 他说他只是遇到了一个机会 投机取巧 发了一笔横财 以后不会了 他也终于稳定了下来 开了家小公司 做着本本分分的生意 十八 随着他事业的稳固 他买了车 买了房 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成了同龄人 望尘莫及的存在 而我们的关系 也越来越好 恋爱七年 我们有过争吵 有过矛盾 但即使在气急 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过 分手二字 我觉得网上所谓的真爱 也不过就是我们这样了吧 在我毕业后 他向我求婚 那是一场盛大的求婚现场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 向我走来 他的脸上庄严肃穆 可是双手却在发抖 他担心跪于我身前 他说 顾兮 嫁给我好吗 我点点头 他激动地拥抱着我 他的眼泪滴在我的脖子上 他说 我终于有家了 我们是在五月二十七日领的结婚证 他说 我不要五百二十 我要五百二十七 五百二十七 我爱七 陆展不爱我 不可能 可是陆展却出轨了 当唐离对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拒绝相信的 我们认识十三年 在一起七年 结婚三年 陆展不可能背叛我 陆展不能背叛我 可是 我心底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 他说的是事实 我太熟悉陆展了 他的言行举止 我了如指掌 甚至他一个挑眉 代表什么意思 我都明白 我知道这段时间 他对我冷淡了 虽然他和我的聊天 对话都在强装热情 但是我知道他冷淡了 那是一种 从骨子里泛出来的冷淡 他让我不会在面上表现出来 但是却会往心底埋一埋 原来他是出轨了 怎么形容我的心情呢 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了下来 他的重量不足够将我压死 我举着手苦苦支撑着 我咬着牙 拼着命 可是我的四肢百骸 却都在颤抖 我问唐黎 他的出轨对象是谁 唐黎说 周宁 周宁 太讽刺了 周宁和我们在同一所高中 他是个美人披子 也是我们的笑话 他对这个头衔很在乎 我却不屑一顾 我自问相貌出众 如果我想当 这个笑话还不一定是谁的 只不过我志不在此 那时候的我只想着谈恋爱和学习 可是 周宁却把我当成了死对头 他总是对我明朝暗讽 我从来不往心里去 有时候看着他上蹿下跳 还觉得挺好笑的 可是他不该去嘲讽陆展 他讥讽陆展穷 他嘲笑陆展潘高枝 他对我说 和陆展这种货色谈恋爱 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话处了我的逆临 我上前抓住他的头发 就跟他打在了一起 我的脖子被他抓伤了 我也薅下了他的一撮头发 虽然最后又是警告处分 又是写检讨 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反倒是陆展心疼地给我涂药 他说 你跟周宁这种人计较什么 他喜欢说就让他说 我们就当听一声狗叫 我说 说我可以 说你不行 为了他 我像一个战士一样 去和恶龙搏斗 但他最后 却和恶龙在一起了 我算什么 笑话吗 唐离说 他们很有可能 还没有到最后一步 如果你想挽回 还有机会 我问他 那你呢 你为什么不挽回 他摇摇头 我和你不一样 虽然与我而言是恰好 不是唯一 多讽刺啊 一个和我仅有数面之缘的人都知道 陆展是我的唯一 而我的唯一 却背弃了我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 陆展不在 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去公司了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我好像从电话里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控制不住自己 我冲去了他公司 没有周宁 陆展很疑惑 他上前想抱我 可是我却下意识地躲开了 他和周宁在一起了 他们到了哪一步 他也会像抱我这样抱着周宁吗 一个个疑问 一个个怨恨像复古之居一样 侵蚀着我的心脏 质问的话即将脱口而出 可是我却突然想起了唐离的话 他说 陆展很有可能只是鬼迷心窍了 只要你挽回 他就肯定会回头 不 我不要他回头 陆展 既然你做了选择 那么请你一条道走道黑 这一次 我不拉你了 回到家我就收拾东西 要去云南 陆展拦着我 不让我走 他把我的衣服夺过去扔掉 他吼道 又要走 你又要走 刚回来两天 你又要走 你在意吗 我问 陆展正了下 接着他急切地说 我不在意 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时时给你发消息 我就盼着你回来 反而是你 顾兮 你究竟有没有把这里当家 我沉默地看着陆展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陆展跟我发过很多次牢骚 他希望我辞去现在的工作 在不计减少演出场次 他说 我们是时候要一个孩子了 一个孩子 一个我和陆展的孩子 我竟然莫名地期待 加上最近我们情感上的隔阂加深 所以我向舞团提出了申请 想要调到幕后工作 本来我是想给陆展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他先给了我一个惊吓 他明明做了那样的事 为什么他还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指责我 看着面前这个让我熟悉到骨子里的男人 我突然感觉无比陌生 如果你在意 我从法国回来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不能来接我 却让徐然过来 我到底是你老婆 还是他老婆 你胡说八道什么 陆展气急败坏地吼道 陆展 你说你想我 可是我回来 这两天 你又是怎么对我的 你早出晚归 你到底是想我 还是在夺我 陆展狼狈地垂下眼眸 多么熟悉的目光 他在愧疚 我一把推开他 继续收拾东西 陆展猛地上前抱住我 他语气恳切 而又温柔地说 老婆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这两天 公司太忙了 你别走 我一定抽时间 好好陪你 从今天开始 我哪儿都不去了 就在家里好好陪你 我这人有洁癖 很严重的洁癖 我受不了 自己的东西被人碰 一旦被碰 都是要扔掉的 而现在 当陆展抱着我 在我脖子上蹭的时候 我只感觉 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种由心底涌上来的恶寒 让我一把推开了它 你别碰我 我尖叫 陆展疑惑 难堪 又受伤地看着我 我想 此刻的自己 一定面目猙獰 一点都不优雅 我的身台形表 在这一切消失殆尽 顾熙 你失态了 在我们之间的氛围 陷入凝重的时候 一个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陆展面无表情地 拿出手机 他沉默了两秒 接着走出房间 接起了电话 我下意识地想动 想去抢夺他的手机 想看是谁给他打了电话 是不是周宁 或者其他的女人 但我拼命掐住了自己 不能去 顾熙 你不能去 那样太丢人了 不要让自己变得不可理喻 面目可憎 陆展把我送到了飞机场 我们一路沉默 他把我送了进去 我静静地向前走着 猛地 我顿住脚步 等我回头 看到的是陆展匆匆离去的背影 离开陆展的这一周 我把全部身心 投入到了舞台剧中 之前的申请 也被我取消了 在不停的忙碌中 我的身心得到了最大的平和 这一周 我和陆展的联系 断崖式地减少 如果在以前 他绝对忍不了 在我不理他的当天晚上 他就会马不停蹄地赶到我身边 可是现在 一切不复从前 虽然我知道了 周宁和陆展走到一起的事实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画面 也许是自己胆怯不敢承认吧 当我看到周宁和陆展挽着手 靠着头 像一对小情侣一样 出现在唐黎朋友圈时 灭顶的疼痛袭上心头 我自认足够坚强 足够豁达 足够理性 直到此刻我才发现 我顾惜也不过如此 我跟唐黎说 我好难过呀 唐黎对我说 都会过去的 虽然是在凌晨三点钟到的 他给我发消息 我看见了 但是我没有理他 他说 小夕 我来了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如果不知道他对我的心思 我会很感动 可是现在 我只觉得荒唐 唐黎是徐然的初恋 徐然很爱唐黎 这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所接收到的信息 唐黎喜欢吃辣 但是胃不好 每次大家一起出去吃火锅 徐然总会控制他的摄入量 出去玩的时候 徐然总会牵着唐黎的手 好像害怕他走丢一样 不管他在干什么 如果唐黎需要他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唐黎性格内敛 每次他带唐黎出来 总会事先警告大家注意说话 他去见唐黎父母的时候 特别紧张 拉着大伙儿帮他挑选礼物 因为风俗不同 唐黎父母没有给他红包 他以为唐黎父母不满意他 把自己喝了个鸣鼎大醉 有一次唐黎酒精中毒昏了过去 他整个人都在发抖 甚至不能抱他下楼 这些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所看到的戏之末节 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觉得徐然对唐黎是更在意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却在心里对旁的人 存了这样的心思 陆展也一样 他是怎么可以做到 一边说爱我 一边抱着其他人的 现在不管是陆展还是徐然 都让我感到害怕 唐黎希望我给徐然一点甜头 他说 不是我自信他对我的感情 而是到了现在 我想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 即使他喜欢你 即使他想拆散你和陆展 可是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前 他不一定会跟我离婚 他说我不想再把精力浪费 和他去掰扯谁对谁错上 我只希望可以和平离婚 而只有他愿意 这个婚才能离得快 唐黎的话 让我想起了网上的一个段子 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 大概意思就是 如果是女人想离婚 那大概率是离不了的 如果是男人想离婚 那大概率是挽回不了的 男人一旦变心 那就是不留情面的 我是在第二天见的徐然 她的眼中盛满了担心 她说 小西 对不起 小西 以前我不觉得这个称呼有问题 我 陆展 徐然 我们三个人同年 但是 从月份上来说 徐然最大 我自知 陆展最小 陆展总是喜欢叫我顾姐姐 她的哥儿们 朋友也喜欢这样叫我 或者直接叫我顾西 在这些人中 会叫我小西的只有徐然 原来她是存了这样的心思吗 我不禁有点毛骨悚然 强压下心里的不是 我对徐然说 我以为即使陆展会骗我 你都不会 徐然 你太让我失望了 徐然急切而火热地看着我 小西 是我不对 我错了 我只是害怕伤害你 她跟我说了很多 担心我 心疼我 她越界了 我说 徐然 我想离婚 你会帮我吗 徐然点头 她说 你等我 徐然没有多留 当天中午就离开了 我把我们的对话录了音 发给了唐里 这是唐里要求的 我以为 她是想把这些当作证据 结果她说 我是让自己 对她彻底死心 不再留念 她说 我这人感性 心软 我得留着这些东西 时时刻刻警醒自己 不然我怕我妥协了 我有些难过 唐里是个特别好脾气的女孩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 就是安安静静坐在那 嘴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宠辱不惊 这样一个女孩 对自己却这么狠 徐然离开后 我们的联系逐渐频繁 她会给我发消息 安慰我 关心我 而这些内容 我都一字不差地转给了唐里 唐里总是会沉默很久 然后她会提醒我 该回复徐然了 我给徐然回复的信息并不多 但是我却透露给她一个信息 现在陆展背叛了我 我身边就只有她了 她的态度明显热切 她信誓旦旦地跟我承诺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唐里让我回复她三个字 但愿吧 很荒唐 就好像一个原配在叫小三 勾引自己的丈夫 我哭了 我给唐里打电话 我说 我不想这样了 我讨厌徐然 我也讨厌陆展 我要跟陆展摊牌 我要让徐然滚蛋 唐里说 好 我又沉默了 你是不是很难过 唐里恩了声 我哭着问唐里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这太荒唐了 唐里说 你猜对一个挚爱之人 死心要多久 我猜二十七天 第二十七天 从唐里告诉我 陆展出轨到今天 二十七天 徐然给我打电话 他说 陆展带着周宁去无锡了 三天两夜的旅程 小夕 你要去吗 我知道 时间到了 徐然在接机口等我 上了车 我没忍住问他 你来接我 唐里怎么办 这段时间 与徐然的交往中 唐里从不让我提及他 他说 没必要去勾起他 毫无价值的愧疚感 徐然失神了片刻 但也只有片刻 他说 没事 他不会在意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他说 小夕 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没有回复他 只默默地望着窗外 后来发生的一切很混乱 徐然带着我 来到酒店客房外 我按响了门铃 房门没多久就被打开了 开门的是陆展 他头发半干 身上穿着浴袍 看到我 他一脸错愕 接着是慌乱 无措 难看 老婆 他上前一步 就想抓住我 我失声大叫 别碰我 陆展似乎被我吓到了 他呆呆地止住脚步 我的手在颤抖 我一把撞开 他冲了进去 宽大的双人床上 身穿蕾丝裙的周宁 正失失然地躺在那 他明显听见了门口的动静 但是他不避不让 甚至脸上还带着胜利者的挑衅微笑 他说 顾兮 好久不见呢 我刚出电梯就听到了拳拳到肉的声音 抬头一看 陆展正揪着徐然的衣领 他咬牙切齿地说 徐然 你他妈的算计我 徐然不躲不闪 结结实实地挨下了这一拳 他说 我从来没想破坏你们的感情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和周宁搅和在一起 陆展 是你对不起小夕在先 陆展错愕地看着徐然 他说 徐然 你真让我恶心 接着陆展看到了我 我们平静地对视着 直到徐然注意到了异常 他回头看向我 目光下意识地躲闪 可是下一秒 他就镇定了下来 他看着我 仿佛一个断腕的勇士 而我就是那条 被毒蛇咬后 可能伤及他性命的胳膊 沉默的空气 被顾兮打破 他惨白着脸走了出来 陆展惶恐地看着顾兮 仿佛一个等待宣判的死刑犯 可是顾兮却连一个眼神 都没有给他 老婆 陆展声音里满是祈求 顾兮抬手止住了他 他说 陆展 把衣服穿好吧 怪恶心的 陆展的脸 色瞬间灰白 他想抓住顾兮 却又不敢 他说 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什么都没做 顾兮摇头 可是我不信 陆展勾搂着身躯 僵立在原地 徐然带着顾兮 想要离开 而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徐然看着我 目光复杂 他张了张嘴 却一个字都没有吐出来 我沉默着看了他两秒 接着侧身让出了路 徐然似乎没有料到 我会如此 他正正地看着我 愧疚而抱歉 最后他一言不发地 带着顾兮离开了 我没有回云南 而是直接回了家 接下来 就是对这段感情和婚姻 最后的祭奠了 陆展并没有让我久等 在我到家的一个小时候 他就回来了 看到我的时候 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老婆 我正翻看着徐然发给我的照片 都是周宁和陆展如情侣一样 和朋友聚会的照片 从这些照片看来 陆展已经把周宁介绍给了他所有的朋友 我回忆着自己和那些人的相处 毫无破绽 没有一个人试图提醒过我 我不知道是该感叹陆展的朋友够意思 还是我做人太可悲 老婆 陆展又叫了我一声 抬起头 看着他 我说 陆展 我们离婚吧 陆展的身体下意识地厚痒 他的本能抗拒着我说的话 他嘴角勾起难看的弧度 他说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直视着他 陆展 你出轨了 所以我们得离婚 陆展拼命摇头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周宁什么都没有做 我没有和他发生关系 你相信我 真的 我和他什么都没有 我的牙齿重重地 咬着嘴唇里的软肉 直到铁锈味弥漫口腔 我将手机重重地拍在他面前 什么都没有 那这些是什么 接吻 牵手 拥抱 陆展 你是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的 陆展错愕地看着我 一张张划过的照片 他猛地瞪向我 目光凶狠 这些照片是谁给你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么冰冷的脸色 他说 是不是徐然 是不是徐然给你的 你是不是和徐然早就串通好了 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你是不是喜欢徐然 你 啪 我的手重重地甩在了他脸上 这一下让我整个手臂都在颤抖 我嘶声低吼 滚 陆展 你给我滚 老婆 是陆展 成黄成孔的声音 而我只想让他消失在我面前 我拿起桌上的杯子重重摔在墙面上 滚了 陆展离开了 关门声将我们隔绝在两个天地中 我从来没有哭得如此狼狈过 直到两个小时后 我才逐渐平息 徐然给我发了很多条信息 他说 小西 我在你家楼下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没有理他 而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唐离 许是我的声音太过沙哑 唐离一下子就听出了一场 哭了 我问声问气地嗡了声 你在哪儿 我问他 他说 吴希 你 唐离竟然没回来 我有点慌 他说 这里挺不错的 就当初来旅游了 反正年假已经请了 我沉默了 唐离的冷静让我失神 他说 二十七天忘记致爱 就真的是二十七天吗 为什么他可以 而我却那么难过呢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已经问出了这个问题 唐离说 这二十七天本来就是给你的 给你的十三年 难过不要紧 你难过说明你正在把它从你心里弯去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我的心情仿佛逐渐平和了下来 他说 陆展把周宁一个人扔在了无锡 并没有带他回去 我恩了生 意料之中 他问我 你多久能离婚 我说 你请了几天假 他说 三天 我说 那就三天 我太了解陆展了 我了解他的一言一行 我了解他的心理动向 就像我知道 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门外 不管是情真意切 还是刻意为之 他在用装可怜 博取我的同情 只是这一次 同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老婆 一夜的功夫 他好像苍老 了几岁 他面容憔悴 却又讨好地看着我 我说 陆展 我们聊聊 陆展很抗拒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他说 老婆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和周宁 发生过关系 我承认 我和他越界了 老婆 我错了 我只是一时糊涂 我 所以 你的一时糊涂 持续了四个月 你和周宁接吻 拥抱 牵手 你带着他 参加所有的朋友聚会 你们一起旅游 你让他做副驾驶 你们把所有情侣该做的事 全部做完了 到头来 却告诉我是一时糊涂 我失望地看着他 陆展 不要让我瞧不起你 陆展脸色难看 我错了 我是做错了 可是我并没有跟他发生关系 我没有 所以呢 你很骄傲吗 坐怀不乱 柳夏慧 陆展 在婚姻存续期间 不和其他人发生性行为 这是做人的底线 我们十三年的感情 只配要求你 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吗 你到底在自得什么 陆展惶恐地摇头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陆展 这样的你 配不上我顾兮的喜欢 这句话在我嘴里 群寻了几遍 最后 我还是说了出来 陆展抖了下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他整个人 瞬间进入备战状态 他语调尖锐地说 所以现在连你也觉得 我配不上你了 我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 配得上吗 陆展悟地站起身 他的拳头紧紧握着 你现在还不冷静 等你冷静了 我们再聊 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 我出声叫住了他 如果协议离婚你不同意 我会起诉离婚 陆展 我希望我们不要闹到那一步 陆展让我静一静地 第二天我就联系不到他了 他用了一个最幼稚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逃避 没有犹豫 我直接找到了他大姐 大姐比我们大21岁 是个女强人 她早年离异 带着自己的儿子生活 在陆展无人接手的时候 她没有丝毫犹豫地 把她揽了过去 她对陆展很好 但是对我却很冷淡 甚至在陆展想和我结婚的时候 她是反对的 原因我知道 因为我的父母一度非常反对我和陆展在一起 他们瞧不上陆展 觉得他一个大学都没有上的社会人员 配不上他们如真如玉养大的女儿 我能理解爸妈的想法 但是我不接受 即使他们扬言要跟我断绝关系 我也毅然决然地和陆展走到了一起 父母的反对是对我的爱 但是在大姐眼里 确实失快 她觉得我的父母之所以会这样 只是觉得陆展不够有钱 而我之所以会知道 是曾经无意中听到了她的一段话 她说 不管是彩礼还是房子 车子 我们都拿得出来 但是我就不喜欢他们家这种卖女儿的架势 反正我是不同意你们结婚的 如果你非要跟她在一起 将来你们的孩子 不要指望我给你带 她对我的不喜甚至不加伪装 她冷淡的态度无数次让我难过 而现在 她却是我离婚的突破口 在我说明了来意之后 大姐很惊讶 什么理由 她问 没有隐瞒 我直接把手机里的照片摆在了她面前 看到照片 她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她说 你确定要离婚 我点点头 确定 大姐沉默了良久 最后她说 小展最近有一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的 和政府合作必须有良好的生育 我明白了大姐的意思 临走前大姐叫住了我 她说 顾熙 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这次是陆展做错了 我带她向你道歉 我点点头离开了 这声道歉我受了 我之所以来找大姐 是笃定她会帮我离婚 因为她曾经的婚姻破裂 就是因为丈夫出轨 这些年 我虽然对她了解不多 但是我知道 她对出轨的事情 是零容忍的 我知道 她会帮我 果然 在我见了大姐的四个小时后 陆展回来了 她双眼通红 泛着血丝 她的脸上有红红的巴掌印 她声音沙哑着说 我就那么不可原谅吗 我不理解 现在说这些 还有意义吗 陆展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想挣脱 却挣脱不开 她语气急切地说 老婆我错了 我会改的 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我猛地一把推开她 不好不好不好 陆展 你别碰我 我嫌你脏 我没有和她发生关系 真的 你信我 又是这句话 又是这句话 陆展 你太让我恶心了 陆展脸色阴郁 她说 我们十年的感情 这世上没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了 我只是犯了一次错 我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我没有对不起你 我会改的 我不会再犯了 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你是觉得你以后找的人 就不会犯这样的错吗 你是觉得你以后找的人 会比我对你更好吗 不会了 不会有人比我对你更好了 她的语气是那么笃定 像我曾经一样笃定 笃定地让人觉得讽刺 我笑了 也许我以后找的人 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甚至比你更严重 但是我却有可能会原谅她 体谅她 甚至视而不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认识13年 恋爱7年 结婚3年 我在你身上有百分之百的感情投入 我是要回报的 我要的回报也是百分之百 如果你给不了我 那我就不要了 这世上 我可以原谅所有其他人的出轨 除了你 因为我曾经那么爱你 我和陆展的离婚很平静 他把我名下的一套房子 和他全部的固定资产都给了我 我本来是想高傲地说我不要的 后来想想又算了 我已经没有了爱情 又何必拒绝金钱的弥补 从民政局里出来 陆展问我 你去哪儿 我送你 有人来接我 不远处马路边 徐然正等在那儿 陆展一把拉住我的手 他低吼道 我们才刚离婚 你就要跟他在一起吗 我冷冷地看着陆展 松手 这不是你该管的 陆展迟缓地摇头 不要 顾兮 不要 我忍着疼抽出了自己的手 陆展 你活该 转身 离开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我叫唐离 今天是我丈夫消失的第五天 我在等他找我离婚 我把家里关于他所有的东西都收拾了出来 很多 行李箱装了三个 快递箱装了一堆 客厅里被挤得满满当当 但是卧室却空出了一大片 这个房子在我名下 是我和徐然一起付的首付 后来的房贷一直是他在还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这个房子他不会跟我争 一是他会想快点结束这段婚姻 二是他肯定不会想在顾兮心里留下 斤斤计较的形象 至于其他的 他对我的感情什么的就不谈了 毕竟已经到了我们这一步 再谈感情就有点讽刺了 徐然回来的时候 我正在上班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我们谈谈 我看了一眼时间 如果我们节奏快 下午还可以去领离婚证 我们谈话的地点就在家里 我到家的时候 徐然已经在了 他满脸愧疚地看着我 对不起 他说 我点点头 你确实对不起我 他说 我们离婚吧 我说 好 他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他说 唐离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喜欢了顾熙十三年 我 我抬手打断了他 徐然 你可以跟我离婚 你可以喜欢别人 但是你不能欺负人 徐然猛地摇头 我没有 我打断他 你是想告诉我 你对顾熙的感情 有多么浓烈 多么炽热吗 你是想说 真爱无罪吗 如果我是旁观者 我也许会感叹 你对顾熙的深情 且专一 可是 我是当事人 还是被伤害的当事人 我们恋爱三年 结婚三年 到现在 你却要告诉我 你从头到尾 爱的都是别人 你不觉得自己 有点过分吗 徐然 不管你的爱情 多么伟大 都不能掩盖 你出轨的事实 徐然 你对不起 我就应该给我道歉 而不是寄希望于 我体谅你 减轻你的负罪感 从来不是我的责任 徐然的脸色 变得很难看 许久他说 对不起 这房子 他连忙说 给你 我不要 我点头 我今天会在外面留宿 你抓紧时间 把东西搬走 徐然嘴唇紧敏 他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想从我脸上 看到什么 惊慌失措 痛苦不已 痛哭流涕 不过不管是什么 想必都会让他失望了 从我决定要离婚 那一刻开始 他与我而言 就是外人 在外人面前 我有我的体面 走吧 去哪儿 民政局 在知道唐离离了婚之后 顾熙很快联系了他 他说 恭喜 唐离轻笑 同喜 出来喝一杯吗 好 他们本来想去酒吧 但李治 让他们最后买了一堆 红的 白的 黄的 在酒店开了间房 这家酒店的夜景很美 他们坐在窗户边 面前摆满了食物和酒 顾熙说 唐离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的离婚现场肯定会很难看 唐离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说 那就同谢吧 很奇怪 对于两个本来以为自己处于幸福婚姻中的妻子 丈夫的出轨对他们而言应该是天塌下来了的那种 可是因为彼此的存在 他们好像突然有了撑起天的力量 同时也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 唐离好奇地问顾熙 你会接受徐然吗 顾熙连连摇头 当然不会 他说 其实这些天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更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在发呆 顾熙知道 徐然是不怎么抽烟的 他曾经说 唐离有烟盐 一闻到烟味就咳嗽 我可不敢抽烟 可是这些天 他却烟不离手 顾熙这些天很忙 收拾东西 搬家 卖房 办签证 徐然固执地要陪着他 可是他就像一个尽责的司机 他不会询问顾熙要干什么 他只会顾熙让去哪儿 他就往哪里开 每次顾熙办事回来 他就坐在车里发呆 顾熙看得见他的迷茫和犹豫 不过他选择了视而不见 他徐然又不是皇帝 他顾熙和唐离又不是秀女 难道站在那儿等着他选吗 顾熙说 我并不觉得徐然真的有多喜欢我 也许就是个执念吧 而且我对他从来没有那些感情 也是绝对不会往那方面发展的 唐离嗡了声 那就好 顾熙问唐离 那你呢 如果他回来找你 你会原谅他吗 唐离失笑 我疯了吗 我不喜欢别人勾勾手指 他就会离开的人 狗还有几分忠诚 他连狗都不如 顾熙无嘴轻笑 第一次听到你骂人 真撒 他问 你将来还会恋爱结婚吗 唐离点点头 当然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帮你留意 唐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他说 找个老实人 顾熙哑然 老实人表示不背这个锅 唐离也笑了 笑着笑着他叹了口气 他说 我一个人的时候很懒 不爱做饭 不爱做家务 会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而且我怕黑 但是有亮光又睡不着 我就想有个人陪我一日三餐 一年四季 平平淡淡的 怎么就那么难呢 唐离摇摇头 他问顾熙 那你呢 顾熙看了眼窗外 许久 他说 我可能很难再走入一段婚姻和感情了 陆展 十三年啊 人生有几个十三年 挺害怕的 他说 我要出国了 唐离很惊讶地看着他 他说 我曾经也是有出国机会的 但是因为陆展 我拒绝了 这一次 我要全心全意地为自己活一起 顾熙很美 此时的他更美 顾熙举起手中的一拉罐 他说 敬明天 唐离点点头 敬明天